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龟碑炮第二局 喜欢当头炮的朋友一定要过来看一看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红方当头炮 黑方上马 红上马 黑方在这里抢先起横距 出直距 黑方退炮 这里就形成了比较经典的龟碑炮 龟碑炮的作用 它在二路线非常的通畅 同时灵活性比较强 将来弹性空间也比较大 走到这里 红方采取进兵 发起中路突破 黑方飞向补扣中路 再次进兵 这里就打通中路 黑方禁足吃掉 依然双方挑起战断 此时红方上马 那么走到这里 关键招法 前面我们一局已经提到过 本局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红方中炮现在盘头马 你什么时候走盘头马的时候 进炮打足 亏是中足的话 我什么时候还击 炮八平五 给你来一个正面应对应 前面一局选择马五进四 本局采取马五进六 这样走的话 他的目的上马彩向 在进炮打 开局一马破双向 有利于后续长兵械双炮双击作战 那当然黑方要选择上马挡枪互助向 此时红方一计不成 另身一计 选择马六进八 目的是引诱黑方进炮打炮 在这里想他先打 当然他主要目的上马将军抽军 黑方上拐脚马 化解这个阵型 红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不打我的话 我将来就要打你的 同时还有出军 打完之后 黑方上马吃掉 那接下来目前来说 在骑礼上面 黑方明显占优 红方现在这个马走到角落里 后方子力目前来说没有出动 可以说千里迢迢奔袭到前方 影响其他子力出动 启动后方力量 马八进七 目的马七进五 想进再次中炮盘头马 进足斜马 那也没有办法呀 活通马路进兵 接下来黑方上马 这步棋既亮出中炮给足生根 同时也是上马窥视 红方的中炮 进鞠巡河前置 此时黑方启动后方力量 鞠一进一的话 快速出横距 黑方也出鞠 平均占据力道线 此时红方上马 那这里黑方就得要注意了 务必要防一手 比如说现在红方上马踩足的话 黑一方如果说进鞠捉双马 感觉很不错 但是红方进兵 正好利用黑一方向卡住的 鞠卡住的向腰 所以说在这里 黑一方选择进鞠 先提前防守 那么红方选择侧翼出击 上马踩足 踩完之后进足捉双马 此时上马 目的引诱红 黑一方平均吃马 将来回马将军 反抽 那当然在这里 黑一方肯定是不会上当的 同时红方这双马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说黑一方目前能说 鞠马炮三子在这里 既有灵活的组合 同时也有很强的防守 但是红方后方有一个当头炮 始终能够和前方双马 形成一个会合 主要是当头炮 前置 那黑一方必走之旗 上马踩掉当头炮 这样的话 减轻威胁 那么好了 一旦拔掉你的后盾 前方显得劳尔无功 接下来黑一方进族吃兵 目的引诱红方回马吃族 然后踩着鞠 一旦红方这样走完之后 退鞠打马 那这个马前去无门 后退无路 当然黑一方目前来说 阵型比较稳固 红方箭在弦上 也不得不发上马将军 黑一方品炮 其实他很想品鞠吃掉中族 但是黑一方这里品炮 是有目的的 前鞠后炮 进鞠砍底市 所以说在这里 红方勿轻举妄动 选择称市 当然这里我们也回复一下 旗友们 在很多情况下 大家认为这里会不会 能不能走 十六进五呢 实则如果说看过局装密 讲过很多斗炮局的 大家就不难发现 我们在任何时候 城市的时候 要看一下 立道线 不要把自己的老帅的 唯一逃生要道 暴露在对方拘口之下 所以说在这里 红方比较稳妥的 就是四四进五 黑方贫足 实行的手拉手 接下来红方出狙抓马 黑方顺势上马踩着 红方这个马 那红方也没有办法 选择回马 此时 黑方称是 上马 这步骑 即吸住黑方的炮 同时还踩着黑方这个狙 但是 这样走完呢 稍微有帮忙的嫌疑 因为黑方 抓着狙的话 他狙四贫六的话 即占据力道线 将来可以降五贫六 同时也是封锁 对方的老帅 唯一逃生的道路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 目前来说黑方 已经阵型稳固 红方 居双马 没有什么攻势 只好采取启动小兵 因为他的子力不好出动 黑方出将 摆脱这个卧槽马的牵制 接下来有瓶炮打马 当然他也有进去吃 进兵 先前这里进兵 同时也是引诱黑方上马吃掉 想进去捉死马 那么好了 旗友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 接下来 黑方走了一个比较凶狠的旗 看你能不能想到呢 首先说明一下 红方 居双马 这个阵型呢 他没有任何攻势 这个居在这里又过不来 此时黑方选择居九平八 这是什么目的呢 就这里 这里跟你强行对居 如果说你这个居闪开的话 进居下地 结合内道居 以及千里照将 迅速乘杀 只好硬着头皮吃掉 回炮打掉 打完之后 瞄着双马 那么好了 这里 红方又该如何摆脱这个危机呢 这里可以 红方选择了进居 跟我们腰队 实际上这里品居对掉 你回马踩掉 再次瓶炮打掉 也还是可以的 显然 黑方还是占优 包括前方还有双足 明显 黑方啊 兵强马装 但是稳妥起见呢 这里 黑方并没有选择贪吃 进居卡住向腰 下一步起 暗藏有进炮 然后借助老将啊 进行的底线绝杀 那么现在 红方也没有办法 这里打着马呀 先逃一个吧 此时上马 居马前方 上马就是个绝杀 他很想走平局战区 战区七路线 这里看守 但是有平炮打马 当然呢 或许退居回来的话 感觉也可以 进炮下底 在这里 看起来 黑一方这个炮还在老家 实际上对前方 红方的子力啊 有非常大的牵制 那没有办法 仅此称是挡住马 那接下来 红方就采取的妙手运子 进军先将军 将武进一 平之吃势 瞬间呢 借助这个高调马的优势 破调双势 现在红方 这个句啊 调不过来 如果说马走开的话 也没有好的位置 当然回马的话 这里感觉也还可以 他也是担心呢 这里被牵制 选择退居 此时退居吃尸 下一步棋 进居啊 就是绝杀 红方抢先 品居占据力道线 这里先手来一个将军 那么好了 这里 大家要看看黑一方 这步棋走得非常的高敏 炮八品六 看起来是为老将挡枪 实则是 平炮过来 借助红方这个句啊 成为炮架 使得你这个老帅 依然是来不了四路线 下一步棋 进军 也同样是个绝杀 那么现在 古朴选择的是 退向的变化 为老帅上三楼 腾楼一个道路 当然呢 我们接下来 也为大家介绍一个 新的精彩招法 我们首先看 红方退向 那这里黑一方 禁居将军 那没有办法 仅此一步 帅无禁一 当然 接下来 禁足 就是个绝杀 也不用 多生事端 那么这个句啊 反倒在这里 借助 黑一方这个炮 把自己的这一列四路线 进行的一个封锁 好 我们返回来 当然这里 如果说 居走开的话 贫居闪开的话 我们就 如何 沉杀呢 这里又借鉴了 一个精彩的 杀法 送佛归西 当然 黑一方 依然是 退居将军 帅无贫寺 此时 再可以 贫族将军 马控制 老帅来不了中路 居 控制底线 那现在这里将军 无论你是回马 还是贫居的话 那这里都是禁足 将来 依然是禁足成沙 你这里回马的话 也是白送人头 好了 齐友们 今天第二局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